一马发展公司是导致国家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止经济衰退 就连政府的制度也受到冲击 首相敦马迪医生今天就表示 盗贼统治期间把国家的金库当成自家金库 但我国没有因此而破产 简直是个奇迹 首相今天在马来西亚策略与国际研究院实践会议 发表主题演讲时说 西蒙推翻盗贼统治权之后 最大的挑战就是收拾残局和重建国家 既然1MDB is without doubt a monstrosit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fully fathom the damage it caused the nation 顿马说要国家恢复元气继续向上发展就必须拯救政府机制 提高工作继续效 他也感叹2020年宏愿无法达成都怪一些自私的领袖 不过政府不会因此而放弃 反而会将它纳入共享繁荣愿景 推迟到2030年以后再实现 另一方面面对全球更为严峻的经济形势 尤其中美贸易战已经演变成新的一场冷战 首相警告我国不管在经济和地理位置上都和中美两国息息相关 照这样下去大马可能成为制裁的目标 为此我国有必要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 加强和东盟邻国的合作减轻经济冲击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